206 特殊造型實體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先畫 這個部分 這邊就好 所以呢這邊 草繪選擇from面 按草繪 點選直線 把剛才那個形狀畫出來 完畢之後呢 點選髮像 這一段的長度 好然後 這裡到 這裡的長度 這裡的 長度 這裡到這裡的 長度 好 然後 選取之後按右鍵 修改 把再生拿掉 然後這裡 這邊是 11 這邊是31 這邊14 這邊是30 好打勾 好確定 Ctrl D 好那他隱身的長度是35 所以隱身我們做對稱 這邊下35 這邊下35 好打勾 好然後呢 接下來這一塊 這一塊是7 這一段呢 這裡45 這邊 31 這裡 這裡 所以這一段多少 45-31 所以是14 所以 點選炒彩 點這個面 好 點選 参照 這個邊 關閉 把平面 把平面顯示關掉 舉行 這個點 往這裡拉 OK 這邊是7 這邊是14 打勾 確定 Ctrl D 做隱身 反向隱身的距離是多少 好 這邊的隱身距離是24 所以 答案 這裡寫24 打勾 好那這裡我們先處理 上半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是19 這邊是6 19跟6 所以這裡 炒彩 選這個面 炒彩 那我們這邊先給中心線 我先把平面顯示出來 中心線 平面顯示再關掉 舉行 好然後這邊 要再做一個參照 這個邊 好 舉行 然後這邊的話是要注意對稱 好 然後這邊 是19 這邊 是 6 啊 好 19跟6 沒有問題之後呢 確定 啊 好 然後呢 Ctrl D 做隱身 反向 做貫穿 確定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 這個部分 那這一條線就是 這裡到這邊是12 這邊是31 所以點選 啊 我們把平面顯示出來 炒彙 選擇 TOP面 好 參照 這個邊 跟這個邊 好 關閃 關閃 平面顯示關掉 直線 這裡 畫到 這裡 來 然後 髮向 好 這裡到這邊 12 所以 這裡到 這裡是 12 好 這裡 到 這裡 是 31 確定 好 Ctrl D 好所以這一條線 就畫好了 好 然後這個點 A 到這裡的距離是17 所以這邊我們選擇點 點在這一條線上 好 那我們這邊選擇 時機位置 參照 這裡 選擇 這一個 面 然後 這邊打 17 好 確定 好 所以選擇 剛才繪製的 這一條線 做 掃描 好 點選 這個按鈕之後 好我們先參照這個點 好 關閉好 再拿直線 從這個點 連到這裡 好 確定 好那這邊呢 我們要做除料 好 除料這裡呢 我們要做 反向除料 好 然後這個地方呢 在選項這邊 選擇 合併段 打勾 好 那這一個 就畫完 然後他的坐標系 是坐在這裡 所以 坐標系 點這個點 S軸是這裡 所以選定向 這裡點一下 S 這邊就是Y 但是Y要做反 轉 確定 好 那題目告訴我們 好 那個斜線區 這個面積為多少 所以點 分析的 測量 點這個面 好 面積 是這一個 好 第二題呢 Z軸 Z軸 點質量屬性 桌標系 Z軸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接下來 改變 尺寸 來這關掉 好 第一個呢 這個地方 沒有 好 第二個 分別是 L1 L2 L3 L1 是 這裡 L2 L3 來 那我們這裡 先改 L1這裡 編輯 好 這個17 17是L1 那L1改為多少呢 L1改15 確定 好 然後呢 這邊 啊 這邊的 編輯 定義 好 來 這邊 這邊 L2 跟L3 L2是30 L3是10 L2這邊改 30 L 2這邊改 L3 這邊是L3 L3改10 好 確定 Ctrl D 好那這邊告訴我們體積 這裡 點一下 體積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 表面積是這一個 好 然後 AB兩點的距離 AB兩點 A跟B 所以這裡呢 點選 測量 A是這一個點 Ctrl鍵按住 B是這個點 所以距離是這一個 好那以上這邊 是206T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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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